金為之一亮 口水流滿地 應該是沒有落差太大 亞洲非常豐富的經驗 日本跟韓國通通都有去 對上樂天的時候 他也效力過 二封線 還有滑球變速球 真的如鼓球也好 真的 不要說打 也是有賺 對 因為一棒就不一定了 是 你是今天 目前為止 場上唯一出現 在韓國隊這一邊 會議一棒落空 有時候真的不是只有150那麼快 打高了 那二類手接替上來的 陳成輝 調度一個空間 我想 角逐新人王 角逐新人王 雖然是兩出局了 但是 趙永浩開路先鋒 不過球數 李茲領先 逼得你要出球 因為球數是投手絕對有力的 真的 但是被他逮中了 結果這個球掉進來 因為是一個變化球 所以今天反而團隊 對 這是 所以再配一個152公里的訴求 打得並不理想 這一次呢 詹智瑤追到了 因為呢 再 更輕鬆一點 雖然我們說 零的狀況 打一個高彈跳 要考驗的是守備 哇 對 來講齁 我想也是要稍微 次數還非常的頻繁齁 嗯 頭都不插 哇 但是這個時候變成四壞球 能夠打出 長打 雨勳呢 這一棒被打高了 但是要看仰角的距離 看著球還在飛嗎 飛出去了 又是 沒有人出局的情況之下 好 這一球呢 那 你在二雷手 等等 掉到了 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出棒 反方向落地 這是一隻安打 最後保險起見 一隻安打 就代表你至少 五局 我請示 這是一個好 可以 在取得領先的情況之下 再去做一些交互的運用 嗯 嗯